最后我们要再带您看到的就是龙凤公园的河岸步道呢 在还没有整建之前 那么当地的这个环境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 不过在经过了这个当地的里长 也就是龙凤里长吴公藤里长的努力之下呢 不止这个分三个阶段来重新打造 而且呢还拆除了这个当地的尾建 让河岸步道可以一路畅通 另外呢更重要的就是呢 现在这个河岸步道呢 景色相当的迷人 也成为了当地民众 大家现在最喜欢休闲散步的地方 河岸旁柳树随风摇曳深思 当地民众从住家顺着河岸步道 就可以走进新庄龙凤公园 舒服惬意的环境相当适合赏景散步 不过这里还没整建前 只是当地居民眼中一条充满杂草的水沟 我以前还没整秀啊 感觉就像一条水沟一样 一井是杂草啊 这两边都杂草啊 那到头 从那中正路到这边啊 一直到那个厨 我去那厨 都在那里 都没这个路就对了 桥上面以前没有那么多面积可以使用 那它只是一条很窄的桥 有那个台阶 然后以前我带我孙子来公园的时候 我如果买了菜推娃娃车都要把它抬起来 经过三个台阶再过了这个桥面 又把它下台那个台阶的时候又把它放下来 以前我觉得我买了菜再提提我那个宝贝是不是很重你知道吗 过去的河岸步道仅止于通行功能 为了给里民更美好的生活环境重整步道 当地里长开始主动积极了解 步道的土地所有权 是这样子 当初那是我提出的建议 因为我这个到人行步道接到我们的新旺巷社区以后 我们有去查看那些地都是国家的 那它有财政局 那也有国有财产局 那还跟水利局 那我发现这个事情我就告诉区长 我们是否把这个地都要回来 我们把这个河岸把这个步道做起来 让它跟公园连成一串 里长花了三年的时间 分三阶段整建河岸步道 第一阶段通知围停住户 迁移车辆取回国有地 才规划出新旺巷之后的步道空间 第二阶段的步道施作 也是最困难的部分 必须拆除当地二三十年的违建 第二阶段就牵涉到 这个住户所有的违建 因为都已经盖到我们的河边了 那已经都是盖满了 那我们也透过我们的林长 跟我们龙凤的里面的这个邻居 大家告知 为了我们未来这条路上能够更好走 那更棒 那我们就跟他们协商 那也寄通知给他们 开了两次说明会 经过多次跟住户协调沟通 最后在不经过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 住户终于同意自行拆除 人家说是私有的地 所以很脏乱 我们后面的住户都不能动他们 不能动他们的话 现在后来我们这个里长 说实在的很有魄力 把这个地方整理到现在 真的讲是心情也很好 也是很干干净净 所以说我们说属性 我们这个里长真的是敢做敢当 真的是敢做敢当 不错啦 就是要有敢做敢当的里长 才有办法顺利拆除20多年违建 让河岸步道可以通到中正路 最后再取回 被当地住户车辆占用许久的国有地 重新规划成机车停车位 才算顺利完成河岸步道的整建工作 原来河堤步道 这南东保有旧有的柳树 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这个地砖 平整的地砖让我们走起来 那跟我们的视野 看出去都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舒服 那这个柳树风过来 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清凉 那在我们南岗上面 现在有这个网状的这个部分 是因为当初我们设计好以后 那个缝稍微还大了一点 所以又加装了这个小的这个塑胶 防止这个孩童发生意外 那我本人就是非常喜欢 在这个步道上这样走 因为这个步道现在非常的长 那样走这个视野 然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附近 那有什么这个环境上面 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加强的 需要去做的 那我们都在这边 也可以给自己非常多的思考的能力 保留老柳树换上平整石砖铺面 简单的栏杆造型 这就是焕然一新的河岸步道 连接着人行道通往临近住户家中 我最喜欢公园旁边的步道 晚上有时候我跟我女儿来散步 或者早上我跟我的同好 来一起做气功 为了这个公园怎么周遭 稍微延伸下去 我觉得还不错啦 会让我觉得家里门前有小河的感觉 入夜之后的河岸 随着LED灯的颜色变换 更加浪漫迷人 徐徐微风吹来 这时候当地民众最喜欢来到这里乘凉 跟三五好友聊聊天 最简单的消遣 也是最自在的享受 龙凤公园河岸步道 就在蝉蝉流水声中 洗涤了在地居民疲惫的心灵 无形中也成为大家最喜爱 最骄傲的宝 以上新闻记者新庄采访报道